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个新闻 就是金融业积极招聘人才 金融业的人才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富邦金 这个最近的话是6800名 国泰金的话6500名 都很多人中性金也要5500名 星光金他现在MA用AI线上面谈 线上面谈 那么这个就是富邦金 今年他有这个MA储备干部50位 国泰金57位 这个就是说那薪水的部分呢 富邦金一年的这个MA硕士 可以挑战破百万 那我的观察呢 有几个第一个呢 就是台湾的金融业务 这两年是大爆发 那我们这个礼拜的话 也很高兴 访了全台湾金的 这个总经理姚世战 那第二个的话呢 是他的这个 需要国际化的人才 需要科技界的人才 那第三个呢 现在的这个金融的这个 待遇是很吸引人的 金融跟电子两大 都是热门行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